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 有态度的模玩分享评头论足 而今天我们要看的 就是最近发售的这款万代Figuras Labo的名日香 众所周知 万代拼装模型形态的手办 从原色的青眼纹带开始 已经诞生有好几年了 随后有黑色泳装版的纹带 葱娘初音未来 特别是男小鸟 因为Arta的协力得到了不错的口碑 我都有收藏 但是一个都没有拼过 而对于这个系列把第一次的体验给了明日香 我是了无遗憾的 而作为相当的兄弟们 不点赞收藏一下吗 首先没有体验之前的款式原因实在是太多了 比如说有赶上其他高档模型的上市 或者是题材方面不太感冒 再或者是始终无法在潜意识里 认同这个系列为真正的手办 虽然说价格可能比大部分的常规手办都便宜 但是如果考虑到生产工艺或者是成本 还是会感觉本质作为拼装手办 还是价格偏高 也可能是缺了人工上色的步骤 就感觉像是机器里面压出来的面条一样 吃起来不太对味 也算是骨子里面的倔强了 你看明日香 因为服饰关系 整理件也确实不多 本身定价是7000日元 预定价格最少也得300多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板件 第一角色服饰关系 这次战斗服部分的红色分件比较简单 并且采取了光油高亮面处理 这个质感表现我认为非常好 不过并没有涉及任何的隐藏水口 这样就导致了剪切的时候还是会留下明显痕迹 成型色部分感觉还能够接受 但是各位要知道 日后还有金属色的限定板 还是要有一定系列准备的 而值得一提的 就是这个系列经常鼓吹的多色成型技术 有两个位置值得去看一下 第一明日香的瞳孔位置 这里采取了三层叠加实现的眼部分色 分别是蓝色的瞳孔 黑色的瞳仁 以及白色的勾光部分 全部都带了 现在可以看到有做特殊表面质感 而在面容部分 先不去评价表情刻画 这板分色则是实现了肉色的面颊 黑色的睫毛 咖啡色的眉毛 以及白色的眼球部分 如果说不了解之前的产品的话 对于万代的技术体现也能够 我呼一下 当然这个地方并非是核心技术所在 从第一款开始 万代所着力表现的 就是通过溶解温差 多色成型叠加以后所形成的厚度差 单靠分件的层次来实现肌肤 或者是服饰阴影部分的立体效果 这次则是体现在了明日香 测试用战斗服的中段 我们可以看到 在分割部位 最多采取的是三层叠加的样式实现的效果 比如说底层的肉色 配合上顶层橙色的战斗服 通过半透明表层的3mm到0.3mm的薄厚变化 所形成的自然阴影效果 而在胸口部分 所增加的战斗服的内衬 则是又增加了一层黄色分色来实现的 对于万代驻宿的精度以及开模技术 水平是无庸置疑的 最后在模型内部 还有一般补色贴纸是胶贴 数量不多 大部分都用在了身上的黄条补色 当然我们还是要把明日香组合完毕 来看一看最终效果 其实作为拼装模型来说 即便随后形成的还是一个类似的手办样式 但是分件和手办的表现绝对是两码身 绝对不是胳膊拆分一下 头拆分一下 头毛拆分一下这么简单 步骤肯定还是会更多一些的 而另外虽然说这次明日香 是采取了战斗服造型呈现 看似没有太多的分色难点 但是身上一些细小的文字 都是靠镂空实现的分色 一些细小部分的分色表现其实也还可以 但是也谈不上绝对完美吧 我相信更大一部分玩家 可能入手之后 直接就红色金属器伺候了 鸟变限定版赚了几百块是吧 我不能用到手机的 然后你去到手机 希望可以了解一下 我再给你一个小时的 我必须要去找回家 在你身边和手机 然后我必须要去掉 所以我必须要去掉 然后你帮你去掉 然后你帮你去掉 然后你放下锅 go back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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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刀冰呢 插刀 当然了作为一款手带类产品 我们再怎么赞扬技术之余 还是要来看一下最后拼完之后的成品表现 那么大体外观就是如此了 尺寸感觉真的是不小 和正常手带差不多 我们能看到整款作品是采取了明日香 身着侧式用战斗服摆动头发的战姿呈现 没错又是一个依赖香 整体上的造型观感我认为还是非常具有女人味道的 首先就是这个面向部分是通过六层分色实现的 我真的是感觉非常不容易 但是第一面颊部分仅仅是采取了一层肉色作为基础肤色 首先观感就显得皮肤表现过于单一 单靠自然光来体现五官的立体感 明显是远远不够的 虽然说这个肤色不辣黄 但是也感觉有些缺乏血色 而另外明日香的表情显得比较木纳 情感传递是少之又少的 就像是一个木偶一样 面部综合表现缺乏灵魂 但是当前的面部表现已经是比我之前看到的官方图片 感觉好上很多了 即便万代有传统的面向诅咒 但是有阿尔塔的协力感觉真的是能强一些 但是头发部分并没有采取什么黑科技 就是靠成型色 即便拼装结构的法刺清晰利落 也还是感觉当前观感完成度不高 如果说像初音那款一样 在头发做一些界面技术就好了 而对于当前的头部素质 你感觉满意还是不满意呢 而在半代黑科技机中的浅黄色战斗服部分的表现 则是明显由于其他部位 透过结构配合上层叠分色所产生的逼震阴影效果 加上紧贴肌肤的设定 让这个部分女性的一些固有结构显示的是非常明了 从腋下到胸口到小腹 用凹脱有质来形容 我认为是毫不过分的 甚至我感觉这个部分又有点太过于写实了 和其他部分的反差有些强烈了 而且万代这次很陡的 让这个部分的表层摸起来有些柔软 算是神神们的最爱了吧 而且如果表层的薄膜分色要是给接下来的话 嘿嘿嘿 而战斗服上的带状结构 也很好地把躯干部分的分件进行了分割 而在红色战斗服部分 即便表面质感区别于皮肤质感 但是作为普通版本 在当前的分件条件下 像是膝盖后方这种常规的阴影位置 都没有办法再有更进一步的其他表现了 而另外在明日香对讲机的话筒 和手腕上的天线之类 都是采取了软胶分件 起码保证的细小零件在拼装的时候 不会产生损坏的情况 关于把玩的话 感觉是没有太大影响的 毕竟只是静态产品 但首先不能爱无计无的 因为这次是明日香 咱们就吹如何如何了 单就今天这款作品的素组表现 我个人感觉 即便在躯干部分 我们确实能够领略到非同一般的成型色素质 而且保持一定距离下观看 是绝对可以乱真常规的PVC手办的 光有面抢眼 谨慎服务诱人 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了 但是其他位置可能是出于成本考虑 当我们组合完毕 像是头发 面颊 或者四肢 都是半成品的素质 如果说想达到理想状态 确实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冲突 才能够趋近于完美 有条件的朋友可能几下就碰完了 但是没条件的朋友 看完视频以后也应该了解到了 7000日元的拼装手办素组 当前你还真无法调到常规手办的表现 别可能是万代考虑到发力以后 全身层叠分色以后我就买不起了吧 今天这款明日香 作为EVA的粉丝的话 你感觉300多块要是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体验一下万代的分色技术 买个单我认为问题不大 有一些位置真能感受到一些特殊的乐趣 值得肯定 而更多的表现 可能还是因为价格和成本的因素限制 明显感觉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所以正常情况下 我还是更乐意多花点钱 去买PVC的手办 而另外我还是更希望看到正常战斗服的版本 那么本期咱们就说到这了 大家感觉视频不错的话 希望能够多多点赞 收藏分享支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